我是赵绍康 欢迎回到赵绍康实现的现场 欢迎来 台股现在跌16点 昨天台股大跌236点 跌了1.59个百分点 美股昨天道琼稍微 这大跌小谈了 前天跌了1000多点道琼 昨天只涨了30点 这算什么涨 NASDAQ涨86点 涨0.74个百分点 S&P500涨0.34个百分点 分子曼曹体涨了1.14个百分点 现在对照前天的大跌 昨天这种涨根本就不算什么涨 挠个痒 欧股英国跌1.47个百分点 德国跌1.2个百分点 法国小调0.37个百分点 台股现在跌21点 天气今天9月15号 9月过一半 明天16号 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 都是多云道起因的天气 午后东半部地区及其他山区 有局部短暂的一阵雨 海上有强风 所以海上有强风特报 巴士海峡及南沙岛海面 平均风力多到6级 雷雨区最大阵风8到9级 船字要注意 第12号台风及它的外围环流影响 花鸟山海面平均风力11到12级 最大阵风14级 很大 黄海南部平均风力8到9级 最大阵风11级 浙江海面及东海北部平均风力7到8级 最大阵风10级 东海南部平均风力达6级 最大阵风8级 船字要严加戒备 今天上午开始 黄海南部平均风力将增强为10到11级 最大阵风13级 船字要严加戒备 今天花鸟山海面浙江海面及东海 平均风力将稍微减弱 明天16号黄海南部 花鸟山海面及东北部 平均风力将稍微减弱 不过还是很强要注意 好 各地的温度 北北级25到32度 陶珠苗24到32度 降雨区率最大20% 中张头24到33度 云霄24到34度 高频25到34度 降雨区率都是0 宜蘭24到31度 降雨区率40% 花莲台东25到32度 降雨区率都是10% 外岛26到35度 降雨区率0 所以西海岸又开始热了 云嘉南以南 云嘉南高频都到34度了 那北北级淘珠苗又有32度 降雨区率都很低 西海岸不下雨 除了全台湾除了宜蘭 可能会有40%的降雨区率 其他地方都很低了 台股现在跌29点 又变热了 四个县市高温36度 刚我们念没36度 可是有些瞬间温度 可能要36度 气象局今天表示 全台湾各地都是多云到井了 花东 花莲台东地区 其高雄市金门县 仍有局部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 金门那么热 中午前后紫外线很强 外出要最后防晒 多补充水分 那另外刚刚讲梅花 梅花是第12号 它是中度台风 今天早上凌晨2点 在台北北方 台北的北方690公里 其实不远 在上海市附近 向北北西进行 在你的北方还向北进行 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就不大 第13号 中度台风 墨博在台北东北东方 4050公里海面上 那很远了 向北北东进行 对台湾没有影响 第14号 青台南马都 在台北东方 1880公里海面上 向西北西进行 未来有可能朝日本方向进行 因为这个南马都持续北上 往日本九州方向接近 带动风场转变 可能在周末时 台湾附近转会偏东北风 所以北部 云封面水气略强 可能偶有阵雨 就这个台风 可能会对台湾带来阵雨 美国联邦参与外交委会 今天表决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下一步将送院会审查 所以今天联合报 中国时报 头版头都在报导 这个台湾政策法案 那下一步 下一步 就要送到院会 它现在等于是指示 这个委员会 只是外交委员会 就跟台湾一样了 大家就懂了嘛 反正委员会先审 然后送到院会去通过 台湾政策法案被视为1979 为什么1979 1979是美国跟台湾断脚 跟中华美国断脚 台湾政策法案 我记得那天我在马来西亚 住在希尔顿旅馆 因为我到那边去看一些工厂等等 然后早上塞进来的报纸 英文报 从旅馆门缝塞进来 头版头只有三个大字 叫做卡特 drops台湾 卡特 美国卡特总统 抛弃台湾 就三个字 印象很深刻 我立刻赶回台湾 就剩下的行程都把它停止 很有那种共复国难的感觉 那这个政策 台湾政策法案被视为1979年以来 最全面重整美国对台政策的法案 所以受到很大的关注了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 美国联邦参议员外交委员会 召开工作会议 历经两小时讨论 最终通过台湾政策法案 将送院会审查 其实讨论很快 好像我们在立法院 这个法案两个小时会通过 不可能吧 两个小时通过 这表示大家其实有共识的 事先大概也经过了很多的讨论 所以你今天日报看到的 都是送到外委会讨论 那我们广播告诉你是 已经通过了 已经通过了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由两党22名议员参议员组成 台湾政策法案是由 外委会主席梅兰德兹 跟共和党籍参议员 格兰姆提案 所以他有两党议员都有 两名提案人说 这部法案是台湾关系法之后 最全面重整对台政策法案 在外交军事等领域 提升美国跟台湾的关系 梅兰德兹跟格兰姆 4月时曾经访问台湾 回到华府之后 提出台湾政策法案 根据提案 内容包括提供台湾军援资金 制裁中共官员 呼吁台湾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 要求国务院协调 更改我驻美代表处 名称等 很全面 然后呢 这个影响蛮重大的 好 那么 再回头谈这个台湾法案 我们先把最新的外电看一下 周伦斯基去访问哈尔科夫 因为原来丢掉 现在收回来了 乌克兰闪电反攻 收回多处尸土 总统周伦斯基走访哈尔科夫 并且召开能源安全会议 在此同时 俄罗斯总统普丁跟都国总理 消知通话 表示他不认为乌克兰战争有错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导 乌克兰总统周伦斯基走访 重新夺回的哈尔科夫 九亩四 一九亩四 那是乌克兰东北部一处重要的物流枢纽 周伦斯基跟当地的乌克兰士兵见面 并且见证了升级一事 表示乌克兰国企将会重回 每个村庄跟城市 乌克兰官员指出 在近期迅速反攻取得相当成果之后 乌军已经将目标瞄准 顿巴斯东部地区城镇 周伦斯基说 乌军在哈尔科夫 重新夺回的领土据点 超过八千平方公里 此外 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指出 俄军正在乌克兰部署 所谓的屏障部队 目的是防止自己的部队逃走 根据询报 俄军陷入恐慌 并且拒绝战斗 此外 德国总理肖茲跟俄罗斯 总统普丁通话90分钟 他敦促普丁撤军 并且跟乌克兰重启会谈 肖茲表示 很遗憾 普丁没有改变 对入侵乌克兰的立场 克里姆宁公评论 普丁跟肖茲的通话时说 持续的暴力事件问题 出现在乌克兰 所以换句话说 德国是说 德国是说 叫普丁不要打了 你看现在打了 人家都反攻了 就不要打了 但是普丁说 我打没错 我停什么 我不会停的 而且现在的问题 都是乌克兰 不是我们 通过90分钟话 很久 你电话讲90分钟过吗 我讲9分钟 我都不耐烦 讲90分钟电话 当然中间有 可能有翻译的 一个最新的新闻说 泽伦斯基出车祸 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在基普 惊喘出车祸 不还好了 泽伦斯基的坐车 跟行进间 在行进间 跟一个私家车 插撞 插撞 不是正面对撞 犯人表示 还好他伤势不严重 我一看插撞 就不会有问题了 乌尔战争爆发 泽伦斯基的人身安全 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乌克兰总统的新闻秘书说 车祸后 泽伦斯基已经接受了医生的检查 没有发现严重的伤害 警方正在救事故展开调查 乌克兰最近发起闪电反攻 颇有掌握 昨天 泽伦斯基访问东部指标城市 19母市 参加升级典礼唱国歌 才按绿色服装他 在四位错用下 跟军人自拍 在升级仪式上 试倒官兵 那他在升级仪式后 在首都乘坐车时候 遭到一辆汽车撞上 伤势没大碍 不过他的驾驶状况较严重 这表示看起来撞得也不轻 否则驾驶 通常出车祸 驾驶通常最安全 你说为什么这样 通常乘客会伤亡 驾驶比较少 因为驾驶看得到 他知道 快撞了 快撞了 他会紧握那个方向盘 有没有 那一般乘客不知道 很多人砰就撞了 什么好好的 怎么就出车祸呢 所以你 不过当先生有安全带 什么比较好 但至少司机是有警觉的 他不在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 他可以做某种程度的防御 乘客不知道 乘客根本有时候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以前当然司机比较常死掉 是因为那个驾驶的那个驾驶方向盘 那个地方有问题 所以经常就插入你的胸膛 你前面一撞以后 有没有 你人有惯性往前冲 那就插入那个驾驶 那个柱子 死了 我是朝好康 欢迎回到朝朝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跌5点 刚刚涨了一点 现在跌下去 普丁要见习近平 讨论什么呢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电话 普丁还真忙 今天到处通电话 不刚讲 跟德国总理肖志通 90分钟电话 又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通电话 他说距离战争结束还很遥远 BBC报道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 将和普丁在本周会晤中 讨论乌克兰战争 跟其他国际跟地区话题 昨天是说也会讨论台湾 CN引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的话说 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丁去通话 但他认为距离战争结束还很遥远 何必嫌疑难以达成 停火遥遥无期 就普丁一定还很坚持 他跟德国总理这样讲 因为这些人都觉得说 你现在最近这个战争不顺 利用这个机会 那是你的角度 他的角度 我现在不顺 我现在谈什么呢 我现在跟你们谈 我不是不利 我顺的时候你们都不谈了 我不顺的时候谈什么呢 那当然问题是 他会不会一直不顺下去 还是他有什么反攻的计划 不知道 有计划不仅有用 要看这个战场的状况 CNN报道 这个古特瑞斯联合国秘书长 说他跟俄罗斯总统普丁通的话 但他认为呢 这个没那么快要停火 另外呢 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次出访 两年多 今天跟明天两天 专用乌兹别克 参加第二十二届 上海合作组织元首高峰会 上海会怎么搞到乌兹别克开呢 就这些国家轮流开了 就这个意思 但是那个会的名称 叫做上海合作组织元首高峰会 BBC引述克里姆林公报道 习近平跟普丁 将在乌兹别克举行峰会 习近平正准备在下个月 中共二十大争取第三个任期 而普丁跟西方关系 因为乌克兰跌到谷底 克里姆林公外交政策发言人表示 普丁也将会见其他领导人 包括印度巴基斯坦 土耳其跟伊朗 但他跟中国道路领导人会晤 特别重要 这是习近平跟普丁 今年第二次会晤 上次在二月 北京冬奥 那次会晤后 两人联合生命表示 两国有意没有界限 几天之后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国道路没有谴责 但也没有表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 北京指出双方都有责任 这双方都有责任最好讲的 两边都有错 各打五十大板 都拖出去 两边都有错 所以我就不讨好任何一方 都是你们 乌克兰有没有错 有 没事你加入北约干什么 让俄罗斯很难 坐立难安 俄罗斯有错 人家要加入北约 也是人家求生的一种意志 对不对 更后来也没加 还没加 你就打人家 打人家总是不对 类似这样 所以双方都有责任 就是这个意思 看起来习近平 在二十大的安排 已经安排好了 否则在这个时候 要忙于政治安排 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出国 所以显然 那个人事布局 都已经布局完了 因为之前有人说 他会不会被干掉 会不会换掉的 目前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不会 当然大陆内部 我们也搞不清楚了 有不同的讲法 有人说 他会保留他的总书记 跟那个军委会主席 但是呢 他的这个国家主席会放出来 有人说给李克强 有一说是这样 但有人说怎么可能 不会 都是他一个人要 还有人说呢 他国家主席跟 党总书记都可以放出来 他只要军委会主席 为什么呢 你掌握军 毛泽东讲过嘛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没有枪杆子 你光靠文人拿个笔 你怎么能出政权 笔也去把你骂垮了 他也去骂 他每天修理你可以把你骂垮 但是呢不表示他能够获得政权 获得政权要有实力 就是军方的支持 好 COVID-19大流行 有望结束 谭德塞说 终止疫情时刻 近在眼前 真的还是假的 2019年底爆发 你看2009 2020 2021 2022 今天快到2022年底 怎么快三年了 今天 还在多国蔓延 WHO秘书长 谭德塞昨天表示 COVID-19 疫情全球大流行 有望结束 新增的通报病例 已经大幅减少 促进全世界的保护机会 终止疫情 奇怪了 怎么通报会减少呢 台湾还增加了 台湾昨天还到了 49500多人 快5万了 你知道 最近呢 这个 本来很多人不染了 现在最近都染了 中广在一开始的时候 突然搞了三十几个 我说 怎么这么多 都搞什么 然后后来就停了一阵子 这礼拜又出来五六个人 昨天讲五个 今天说又加一个 这一下又六个 加钱已经四十几个人染了 所以最近看起来有升高 附近很多人都染 很多人都染 法新社报导 当然我们看的是我们 他们看的是全世界 因为有一点 我们跟着人家之后 就是人家没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 人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 人家高峰的时候 我们开始 人家下去的时候 我们高峰 法新说 COVID-19从2019年底 确认以来 迄今造成全球超过 六亿人感染 六百多样人死亡 那8月29到9月4号 这个礼拜 COVID-19的通报病率 比前一周 大幅减少12% 所以有些地方增加 但是大部分地方 可能都减少 六亿人感染 气还好 印度全世界 七八十亿 对不对 相对来讲 六亿人 我觉得很多可能 染疫的不知道 不知道染疫 这个是知道的 六亿 你台湾2300万人 都已经 五六百万人染疫了 知道的 那换句话 台湾已经起码有 差不多四分之一弱了 我是赵浩康 欢迎回到赵浩康 十年线台的 不过是现在上涨12点 我刚去查了一下 果然世界人口现在 我刚讲七八十亿 对不对 77亿 因为人在变 所以过一段时间 就会有一个变动 77亿 如果全世界人口 77亿说 九七六十三 九七六十三 就九趴了 九趴 九趴的人 百分之九 所以他们说 这个礼拜 就是上个礼拜 比上上礼拜 少了12趴 所以认为有降低了 谭德赛开记者会 视讯记者会 说 COVID-19新增通报病 已经下降到 2020年3月以来 最低水平 你看是2019年开始 2020年3月来的 最低水平 他是全球看 谭德赛告诉记者 我们在终止 这场疫情方面 处于最佳状况 我们还没有结束疫情 但终止的时刻 近在眼前 很乐观 另一方面 谭德赛强调 全职业需要 把握这次机会 加紧努力 做好防疫措施 防毒疫情再度扩散 他向各国警告 如果我们现在 没有把握机会 我们恐面临 更多的变异株 更多死亡 更多破坏 及更多不确定性 就是讨厌这个变异株 他也在变 这病毒你看 多聪明多狡猾 你发明出一种药 你发明这种方法 来对抗它 就给你变 穷则变 变则通 他就给你变 变变变变 变得 你就要 用新药来对付它 其实流感早 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我们每年都打流感疫苗 有人不打了 但是每年打流感疫苗 都不一样 为什么不能 像有些很多疫苗 打一次就可以一辈子 或是打一次很多年 它就不行 它就 它就经常变 同样的新冠疫情是一样 日本可能会开放自由行 日本现在都要团客去才可以 而且还有各种 如果是商务去 各种麻烦 不是那么容易 日本人做事 不会给你打马服务员 查这个查 那个查半天 世卫组织表示 全球得病的人越来越少了 新冠疫情 日经报导 日本政府很快会开放 境外旅客自由行 日本说岸田文雄 预计很快松绑日本的入境限制 可能10月开始实施 包括对美国在内的 部分国家的短期旅客 恢复免签措施 目前每天5万人的入境上限 会取消 报道指出 入境旅客还是必须满足 疫苗接种等条件 这也是继富士新闻网之后 再有日本媒体报导 日本将在衡量本土 跟海外疫情之下 开放境外旅客自由行 CNN说 我刚刚讲 谭德塞说全球疫情有可能结束 所以日本大概也在观察 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的国民 关久了也很烦 这个东西没办法 人就是 你看人就是 不安于世的动物 你不觉得吗 照理讲多好 然后这个 就是说如果 从某个角度看 旅行是很累的 那是国人讲这种 旅程奔波 很累的 因为你平常已经习惯了 每天几点起床 几点运动 几点看报 几点干嘛 几点吃饭 几点睡五假一路 他有一定的 或是上班 反正有一定的行程 你就习惯了 突然旅行是很大的变动 完全不同 那当然人也喜欢这种变动 觉得这变动好高兴 跟平常不一样 但是那个身体有时候 就不适应 所以有时候旅行 有时候对身体 是一个压力 那有的时候旅行当中就病了 就是很麻烦 那有的是旅行当中 因为兴奋嘛 亢奋不觉得 回台湾病了 也有很多这种 如果到远的地方 那个时差也很讨厌 但是人就喜欢啊 你如果叫你天天闷在家里 你不高兴 你想出去 那都不能出国 有些人就想出国 等等 另外一点就是 国家需要钱 需要观光收入 尤其欧洲 什么西班牙 希腊 什么这些 更是都是靠观光财 就是子孙不孝 就靠祖宗的财 因为埃及就是这样 对不对 你看那个金字塔 人面四身像多伟大 各地的那种 埃及的各种古建筑 真的是叹为观止 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人就子孙不孝 就只好靠吃祖宗财 就变成这样子 有些是吃环境财 因为环境优美 就光靠这个环境 我就大家喜欢来旅游 所以有些国家 这个旅游对来讲 非常重要 无颜囱工业 是蛮重要的 台股 现在涨28点 涨上去了 好 那么回到这个台湾关系法 不是台湾关系法 台湾政策法 参议院外交委员已经通过了 看起来很顺利 我认为院会通过也不难 为什么 因为就现在反共 反中变成一个险学 我觉得老共自己要检讨一下 为什么搞成这样子 当然他们死呀之嘴硬 但你要想想看 几年以前大家都还很欢迎他们 真的欢迎他们 所以美国那些大学 讲学金都给中国学生 台湾学生就没了 很少了 就觉得说要给中国学生 也欢迎他们去 那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买 虽然态度不是很有礼貌 但是看在购买的份上 一般也都欢迎他们 就基本上 他们都觉得中国道路还不错 也蛮优好的 怎么几年之间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当然这个跟政治人物 推波助澜有关 川普等等有关 但是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几个原因吧 第一个就是贸易 因为老共赚人家太多钱了 比如对美国一年 就赚美国4000亿美元的美金 每年 已经搞了很多年了 所以老共的外汇存在 好几兆两三兆美元 你天天赚我的钱 赚久了 我怎么会想说 怎么都是你赚我的 怎么我不赚你的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老共自己常常去 讲他的目标多伟大了 2035要怎样了 要怎样 要怎样了 所以人家就怕 你自己讲的 休息一下就回来 我是好康 欢迎你回到 这好是好康 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 涨 29点 涨起来了 这个台湾政策法会怎样 台湾政策法 它有几个重点吧 最近大家也都讲过 第一个就是把台湾列为 主要的非北约盟友 是美国的盟友 不是北约盟友 但是视同北约 当然也有人讲说 台湾早就是这个地位了 否则美国怎么卖武器给你了 另外四年提供 4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四年45亿 每年10亿左右 那主要的武器就是 他们提供的 他们指定的 非 就是不对称战争的武器 老美现在也是这个 老美也是 我看也是那种 一阵一阵的 反正这阵他就流行 这个就全部推这个流行 那这阵流行就是抗中 那另外呢 这阵流行叫做 叫台湾呢 搞这个不对称战争 就是它的流行 过一阵会不会变呢 不知道 会不会倒是又说 不对称战争不够了 要这个 要另外的什么什么战争 打法 那我刚才讲说 之所以老共要检讨 为什么被人家变成这样 那他不会检讨的啦 他就算检讨 他也只是以官门起门来检讨了 他表面是爱面子 不会讲的 第一个就是我讲嘛 你的贸易老是赢人家 第二点你 你强起来 你自己也定个目标 要赢人家 那就怕了 第三个你军事的确是 因为你强军事就强 军事强别人就怕 你在你家里附近南海 你也让菲律宾那越南 这些国家很紧张 也有一些争执 对不对 日本也紧张 觉得你大起来了 那通常就是 当你强起来的时候 你就要讲软话 就那个话要讲得很软 很客气 大家放心 我们是共同利益 我们共同来开发 共同来防卫 要都讲这些嘛 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他又不是 他有常常外交官 讲话是狠狠的 很凶的 你不见得做到 你真的也没有去侵略人家 但你话讲那么凶 就要反感嘛 他的外交官在外面 对不对 人家法国医院在台湾访问 他也去骂人家法国医员 一下威胁这个 一下骂那个 我就说 我常常觉得 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就搞得大家都讨厌他 你以前穷啊 小啊 你这样搞也就算 当你已经大了 你在全世界跟美国 能够几乎 除了美国就是你了 你已经取代俄罗斯了 那总是要 表示斯文一点 有礼貌一点 对不对 以前可以光脚 现在穿西装打领带了 你还把光脚那套 拿出来 你去西方这些国家 觉得你在干嘛呢 当然另外还有 就是说这种 白人优越主义也有了 就觉得只有我们白人 能够强生 怎么你中国 现在开始强大起来 你怎么可以 而且那么快 那么快就起来了 现在会不会有黄祸 会不会有什么 文化冲突的战争 有些人就怕这东西 所以他各种理由 所以对中国来讲 其实最重要 还是要回到 那个韬光养晦 就是我 我自己发展 我自己我没有要跟你们干嘛 问题现在来不及了 你现在再讲一下 不相信了 但是还是在国际上 还是应该 保持一个低调 一个谦卑 有礼 斯文 有文化 这很重要 你老是张牙裂嘴 喊打喊杀 人家就 本来就不喜欢你 说实话 因为你强起来了 本来就有一些种族歧视 你又有没有 装牙舞爪 怎么会喜欢你呢 你自己想想看 你比如说就像两岸 两岸你就每天 没事飞机过来 飞单对着台湾 你再怎么讲 什么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什么血浓于水 什么两岸一家亲 你做出来的不是这样 对不对 我常常讲说 你只要讲一句话 你只要不跑 台湾不独立 我就不会打 就这么一句话 有那么难讲吗 事实上也是嘛 他就不肯讲 我绝不放弃武力 搞得让他讨厌 让本来跟大陆 有感情的人 觉得说血浓于水的人 也很难 也很难喜欢你嘛 本来就不喜欢你 就更讨厌你嘛 一定就是这样子嘛 他也无所谓 我觉得够大 我也不在乎 我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看欧美 现在都对他 欧盟也在想要改 对住台湾的 这个机构的名称 大家都要改名了 他也最怕这个 所以立台湾 立陶宛打先锋 先改成台湾代表 说老公很生气 那美国也要改了 那如果美国一改 那全世界很多 其他国家 可能也都跟着改 所以那会怎样 对台湾到底好不好 其实对台湾来讲 从某个角度看 当然是好啊 对不对 因为原来我就跟你有邦交 是你跟我断交的 那你现在做了这么多事 也没有到复交的地步 还是没有复交 还是没有名正言顺 对不对 只是对我好一点而已 那跟当时有邦交 有中美共同防御条例的时候 还差很远 哪有很好 你要这样看跟什么比 当然跟过去1979年以来 比可能是好 但是过去1979年之前 有邦交的时候比 还差很远 这是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为什么在台湾 蓝绿也都不可能反对 你怎么反对 人家要对你好 你说你反对 怎么可能 只是老共最近看起来 一项做法是 他搞不搞不搞 他就搞台湾 这是讨厌的 就是有很多 那个夫妻吵架 打孩子出气 有啊 夫妻吵架 就骂孩子 别闹 吵 找孩子出气 台湾现在就有这个味道 他们两个大国 两大之间难为小 就是这个道理 他们两个大国在那边吵 台湾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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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报复 就像 佩洛西来台湾 平安心说 台湾当然可能有游说 但如果他不想来 你游说也没用 主要主动权还在他 他来台湾 海峡中心就不见了 短期不错 佩洛西来 长期 中心没了 你通过这个台湾 政策法不错 对台湾好 但是会不会 台湾又丢了个什么东西 大家也在担心 也在怕 所以都很低调 我是赵好康 欢迎你回到 赵是赵好康 时间的现场 台北国志涨33点 好 那么 老美要审 老美已经通过了 这个台湾政策法 这是个大事 那如果真的就能够 老美对台湾这么好 把台湾视为 仅仅置于有邦交国的 地位差一点点 从某个角度 对台湾是好 但这个好 不能只是表态上的好 就是形式上的好 实质上的好 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如果北京报复 因为老美这个动作 报复台湾 那美国要支持台湾 就是说你 因为这个原因 北京要报复台湾 那你美国就要支持台湾 这才有够意思 不是我对你好 然后你被打的 那是你的事情 那就不好了 所以 未来会怎么发展 不知道 大家都很低调 因为也不想去大声嚷嚷 这个事情台湾也只能被动 事实上主动还是在美国 美国这样子 老共也要检讨一下 为什么搞成 让整个西方世界 对他有这么大的反感 他自己要去检讨 如果不检讨 继续这样搞 那我觉得他也很难过 全世界都在杯葛他 这是什么好呢 好那么农委会 那个案子也是 陈吉仲说没有保密条款 我觉得陈吉仲真是 真是 你农委会本身本来的 他这种农委会 多少还稍微有点技术 因为农业 农业品种的改良 什么东西 通常我总是觉得说 这种比较有技术的机构 政治性会比较低 内政部 外交部 政治性非常高 环保署 政治性没那么高 这就是环境是大家的 农民是弱势 大家都要关心农民 当然他的票是重要 但是基本上 他还是 你看他有很多的技术 改良场等等 所以农委会里面应该 而且以前也没这么政治过 只有纯吉仲来 民进来才搞这么政治 对不对 你跟洪基签了个约 你跟洪基签了个约 你真的说要公开 你就洪基公开 洪基还是政组 张三成不是政组 他只是代表公司去签约 代表公司主持这个计划 约不是跟张三成签的 这个约是跟张三成签的吗 约一定是跟洪基签的 对不对 其实张三成也不必 大包大蓝揽下 就是这个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找洪基就是了 洪基还是你陈水扁的 国政顾问团成员 那个洪基老板 对不对 所以你去找他 你找我干嘛 我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一个主持人而已 好吧 这是一个 他们说张三成说 有保密条款我不能够公布 然后呢 其实就算是 荣委会取消了这个保密 张三成也不能自己出来公布 我就要洪基才可以 张三成先不要搞错了 张三成先讲法是 你只要取消了 我就出来讲 你也不可以讲 你怎么可以讲呢 除非洪基要你讲 因为这个收入是洪基钱拿去的 5700万3年 是洪基这个公司拿去的嘛 不是这样子吗 你现在也不在洪基了 对不对 你也不在洪基 你是不是读懂我不知道了 但是你不是他的那个行政人员嘛 你懂事会也不能自己去讲嘛 那昨天我在战情室有看 黄伟汉不知道怎么拿到的这个合约了 黄伟汉拿到不外几个管道嘛 因为农委会给他嘛 里面有人嘛 看不顺眼嘛 第二个洪基给他嘛 对不对 第三个张三成给他嘛 里面写的很清楚啊 甲方就是农委会 乙方就洪基嘛 如果不是甲方同意 乙方就不能够公布 这个当时这个计划的内容 我花了钱 只有我能独享这个内容 你拿出外面公布以后 人家都知道了 搞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 就是合约就是这样 他们那个学术界 委托合约 政府委托会 大概都是这样子了 那所以詹森就讲一个 这个叫做永久保密 那农委会就说没有永久保密 我们哪有永久保密 我们有写永久吗 对你没有写永久 但是你的条文就是说 如果不是我同意 你就不能公开 这是一直有效的 合约就是如果我不同意 你不能公开 这个合约并没有一个期限 说五年之内有效 五年以后 你就不要管我了 你可以公开了 并没有这样 所以所谓的永久 也要是这个意思 所以农委会就故意讲 我文字上没有这一点 那你就同意宏基公开就好了 这事情很简单 你先同意说好吧 既然这事情闹成这样子 对不对 有这么敏感 我同意 同意你们去公开 那这时候宏基就可以 他自己公开 或是找张胜正 所以这计划 当时是你是计划主持人 你来公开吧 平安心说了 那么多年一个计划 如果我做的 你要我全部记得 我还不容易 还真的要回去偷 好好看一看 三年的一个计划 牵动那么多事情 叫我都记得 怎么可能 而且人的记忆是这样 如果你最好 你把很多事情都忘 你才可以有新的记忆 你脑筋这么大 你就能拿这么多东西 你如果都是旧东西塞满 你还有接触新的吗 你就不要接触新的 你干脆变成那个 痴呆算了 痴呆不就这样吗 老人吃什么狮子 就是以前是都记得住 新的都记不住 最怕这样 我就有一次我在想 为什么以前都记住 新的记不住 就以前有些该忘掉的 你就不忘 不用塞在你脑筋里面 那你哪有空间 让新的事进来 有很多人喜欢去感叹过去 什么记住过去的事 惋惜过去 什么搞这些东西 就搞得一个人很忧郁 搞一个人很失落 搞得人情绪很低落 你主要是未来 现在跟未来 不是过去 过去就过了 就把它丢了就是了 我认为记忆可能也是这样 你不相信将来考报 就专在研究 我是对的 你过去的事情 永远记得脑筋里 对不对 那你怎么会 有多少空间 记忆未来的事情 所以 很多人问我了 说你怎么好像 反应还蛮快的 这个好像 旧的东西都丢了就好了 进来都是新的就好了 如果张正正能记得 他这么多年以前 做的调查 他也了不起 我佩服他 很多细节怎么会记得呢 还要看 还要重新看会回来 当时这样是这样 而且他是当时12个人做 不是他一个人做 他只是一个领导而已 那当然是12个人去做 他是把它统合一下 整合一下 我只是讲说你农委会 你就现在就宣布说 我公开 来来来讨论看看 什么好讨论的过去的案子 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 可是好吧 你要闹 那就讨论 只能讨论 他不能讨论 因为你没准他讨论 那你说不准呢 很奇怪 我们时间到了 再见